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气压小气泡的安装以及使用 首先收到仪器之后呢 我们先把手柄还有这个挂架都安装好 先安装这个挂架我们这里对照的这个方位 然后这里螺丝孔 这把它安装直接安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再安装这六个手柄每一边是三个 手柄的安装的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每一个接口都有不同的孔位 都有不同数量的我们就直接钝印安装好 然后再把这个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先简单看一下这六个手柄 这个是水膜笔是做皮肤生存清洁的 这个是苍音波导入头 苍音波导入的话它是配合一些原液精华 这种去使用的 这个是苍音波产皮肌是做清洁角质的 这个是冰锤冰锤是做正经肌肤以及收线毛孔 这个是RF射瓶 射瓶它是做嫩肤也可以做保护使用 这个是配氧枪 配氧枪它是乌发产品以及给皮肤助养 我们看一下这仪器呢它是有ABC三个瓶子的 那这三个瓶子我们具体怎么去使用呢 一般的话A瓶我们是装一个清洁的原液 清洁原液它就一般有软化角质可以做皮肤清洁使用的 那B瓶的话我们是装一些给皮肤补充营养的这种原液 然后C瓶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装清水 用于最后一步就是做完之后可以直接清洁仪器的 然后这个瓶子呢是我们先把这个按进去 然后往下面直接抹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呢就直接弄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两个瓶子 后面这个瓶子呢我们是直接装成精水 这个是清氧发生器 就是用这个头培氧腔它里面的氧气是直接从这里面去产生的 然后这个是废水瓶 废水瓶的话 它是从我们用这个水磨头做深层清洁的时候 它做完之后里面的废水会流到这里 这里的话我们注意一下就每次做完之后要把它给倒掉 然后这上面有个螺丝 如果我们这样拧不掉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松掉 然后这样子再直接拧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按钮的一个使用 那首先呢 这个呢是调节水流量大小的 是调节这个做清洁小气泡笔的 这个水流量大小 然后这个是调节吸力 就是一个清洁的强度 然后这个是选择瓶子 我要用A瓶的水 那么我就把它这个选择A 然后用批评的话就拧一下选择B 一期部分我们大概了解清楚了 然后我们再开机介绍一下界面 然后开机的话把电源线这里插好 然后这旁边有一个电源开关把它打开 然后一期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 是选择语言的 这个设置两个语言 第一个是英语 第二个是中文 你们点击中文进去 然后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用这台仪器进一下临床操作 首先呢 第一步我们是使用这个铲皮机 超音波铲皮机 做一下角质的一个清洁 表皮的一个角质层清洁 然后这个铲皮机的使用呢 我们先这个是它的盖子 把它直接弄掉 然后把这个直接打开 这里是有能量的要打开 然后最高适时 我们调节的话调节到中间的 差不多一个中间数值5左右 然后这个有模式 模式的话是脉冲跟一个连续的模式 我们通常选的话是选这个脉冲模式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铲皮机这里 它这里有两个接触的开关按钮 我们一定要碰到这里 两只头碰到这里 接触到这里 然后我们按Metro模式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一般选择这个连续的模式 然后现在开始操作 用超音波铲皮的话 我们先可以给脸上涂一些 一些黑头导臭液这种软化角质的这样子 让它皮肤湿润一下 或者说用黑头导臭液在T字部位 先涂一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 先给它皮肤先打湿 我们第二步是使用水膜笔 是做皮肤深层清洁的 就毛孔里面的一些黑头粉刺满虫这些 然后水膜笔的使用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打开 然后能量这些是不用调的 直接打开 或者在手柄上这里有一个按钮 直接按一下 让它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注意一下 从下面这个位置往下面直接操作 然后操作的时候 我们偏一点点 然后给它这里皮肤绷紧 然后再这样子 如果说是客户皮肤比较敏感的 它比较薄的那种 比较容易泛红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就是这样子 用这样子 然后皮肤清洁的话 我们操作方式 就是说像这种 一般这种部位会比较干净一点 黑头粉刺毛孔比较小 黑头粉刺也比较少的话 我们就一遍带过 就只要吸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T字部位这个位置 就给它着重吸一下 甚至有些多的 你要给它提前 副十分钟的一个黑头导触液 然后T字部位的一个操作呢 我们是先把它按住 然后慢慢的往下面拉 这样子 如果说它是毛孔一些 比较紧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压着 然后再这样子 以旋转的这种模式 就给它操作 像这样子 然后下一步 做完皮肤清洁之后 我们下一步给皮肤 做产品污化跟喷氧 首先的话 我们这喷氧的话 直接打开 或者在这里直接弄 这里的话要装原液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如果是原液比较稠的话 一定要稀释一下 这样子这个头 直接这样子操作就可以了 接下来 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是用产品导入 产品导入的话 我们是使用一个 先使用超音波的 超音波的话 然后先点开 然后再调节到能量 最高也是使我们调节的话 可以从6开始起调 如果能量不是很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往上面加 这个是比较温和的能量 可以稍微大一点 然后也是选择一个连续的模式 做一些原液产品 做的时候方式呢 就是一个是这样子打圈的方式 然后一个这样子提拉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一步呢 做完产品导入之后 我们使用这个RF的 做嫩敷的 嫩敷的话 我们会可以配合一些液体的乳状的一些产品 都可以 也可以直接用的凝胶 这种原液产品都可以 然后也是直接打开 然后这里能量 能量的话 刚开始 你调到四五左右 就开始起调量模式 也使用这个连续的模式 这样子 最后一步呢 是冰锤 是这个头 冰锤的话 我们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贴紧皮肤这样子 然后速度很慢的 往上面 以提拉的这种手法去操作 每个蛋探头 大概操作多长时间的话 我们大概讲一下 然后像这个铲皮肌 铲皮肌的话 我们就整脸全部都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再其次是这个水膜笔 做皮肤深层清洁的 皮肤深层清洁的话 我们也是做一遍 然后像T字部位 我们可以着重做 把它吸干净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超音波导入产品 导入产品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把产品 要使用的产品 全部给它导入到皮肤里面 做干了就可以 差不多 每个客户做 10到15分钟这样子 然后这个射频 射频的话 我们大概做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这个的话 这个就差不多做3分钟左右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3到5分钟 冰锤 所以仪器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碳头都全部关掉 然后直接关掉这个 客户的开关就可以了